北京时间9月29日上午,2018平旁球女子世界杯正赛比赛正式打响。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焦点战中,中国选手朱雨林4比0完胜瑞电老将埃克霍姆,成功晋级次轮。 朱雨林是本次女子世界杯第一号种子,中国另一名女将丁宁自位列三号,两人均不需要参加资格赛直接竞技胜赛,本次女子世界杯共有20名选手参加。 经过前期的资格赛之后,朱雨林和丁宁分别被分在了两个不同办区,刚刚主持工作的刘伯良,则出现在了场面观战。 中国体育直播VHIPO.TV,平台将对这次比赛,进行全程独家网络视频直播。 瑞电老将埃克霍姆以暴脾气渐长,一旦打出凶狠状态搏杀成功率很高,但被压制也会造成自身事物过多。 首局,朱雨林依上来显得有些进入状态较慢,埃克霍姆则听得非常凶狠,依上来就5比1领先朱雨林。 此后,朱雨林开始适应对手节奏,加上发球上的变化,他从2比8落后开始追分,连着9分后直接打猛对手,以超神的状态11比8逆转拿下了首局。 第二局,埃克霍姆的搏杀,没了首局依上来时的凶猛,朱雨林的反手推打落变很深,加上对手的衔接速度明显过慢,很快朱雨林很快变占去了优势。 局中阶段,埃克霍姆虽然有过一些相知中的发力得分,但整体实力上朱雨林明显完胜,耗手11比5在下一城。 第三局,埃克霍姆已经明显失去了信心,依上来的场台优势加持发球,让他迅速1比6落后。 此后,埃克霍姆的搏杀开始加力,在退台距离的暴震下是大力成的击球,一度让朱雨林连连丢翻。 在稳住节奏后,朱雨林开始空短,并11比7再胜。 第四局,巴黎的一方变成了朱雨林,埃克霍姆则只胜招架之力,甚至最后几分完成成了热身式的练手。 11比5朱雨林再胜,从而4比0完成对手进击次轮。 中国体育直播VHIPO.TV平台将对这次比赛,进行全程独家网络视频直播。 据了解,在2018女子世界杯期间,作为拥有所有国际拼联,ITTF赛事中国版权的中国体育直播VHIPO.TV, 不仅将全程独家网络视频所有比赛,将广大球迷领略拼谈女将们的高超技艺,还将开创性地在平台上打造一个专属乒乓球爱好者的节日,拼奔女生节。 感谢观看。